我们要带汤圆去海南玩了 马上就要出发了 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收拾的这些 这个收纳袋是大家问我比较多的 文艺青年 什么几件套的 这个我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收纳袋 我给大家 这包里面都是我的彩妆 塞的好满好满 我就不打开了 要不然我怕我拉不上 这个就是每次出门都会带的一个烧水壶 因为不喜欢用酒店的水壶 相机支架是一个手机支架 这里放了一次性的浴巾 我这包是我的洗漱包 给大家推荐一下每次的东西吧 它是无银两品的 可以这样直接挂在门上 然后这里是我带很多片的那个 卸妆湿巾 然后这里面有两品我用的那个目露 这个芳心的女性洗洗液 它也是我一直坚持在用的 这个是零造机的 粉色的这个就是舒华保湿型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 它这里面还含有益生菌 可以保护我们肌肤的屏障 然后还有一个透明瓶的 它是这个透明白色瓶的 它是一个亲肤特护型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特殊时期用的 比如妈妻啊 或者是哺乳妻啊 孕妻啊 都可以用它 或者是你皮肤挺敏感的话 也可以用它 它里面是零造级 零香精 特别天然的成分 但私塾清洁 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 但是其实很多妇科病 都是因为清洁不断导致的 平时呢很多人都会用 沐浴露或者香皂来代替 私塾清洗液 但其实沐浴露和香皂 它是热碱性的 长期使用的话 它会破坏我们 私塾弱酸性的一个环境 所以还是要用专门的清洗液 这个芳心的清洗液 它是热酸性的 而且它这个头是提拉式设计的 也能预防二次污染 它的用法是和沐浴露一样就可以了 这个TOKA的沐浴露 诶是不是这么粘啊 它的味道特别特别好 就是我出门旅行 特别去热带地区的时候 特别爱戴它 会让自己身上香香的 这包都是一些洗补用的 像这个马桶圈啊 自行内裤啊 每次出门都会带的 还有汤圆的牙膏 带了两个 就是洗发精和护发素 这个是应急用的 怕酒店的不好用 然后还有晾衣架呀 粘在那个酒店的毛巾架上 然后还有我和汤圆的牙刷 这个我的牙膏 还有一个折叠水杯 这样的出口碑 好了我们行李分下来了 现在就出发旅行吧 拜拜 拜拜 Let's go Let's go